卢凯族就是我们南部的原住民 他们说都是撞到月亮的树 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从看就看到撞到月亮 撞到月亮的树 这是卢凯族人对台湾山巨木的形容词 这一次找树的人团队 找到的是桃山巨木 过于雪霸国家公园内 树高79.1公尺 澳洲树冠层摄影家皮尔斯 专程来台 为桃山巨木拍摄 等身照 桃山巨木高度相当于22层楼高 树鸡在山谷 必须要攀树而上才能拍摄 还要克服一日树变的高山天后 团队花了四天才完成 2018年 农委会临事所及 成大为主力的团队找树的人 开启台湾巨木调查工作 发现台湾是树高65公尺以上 巨木分布最北界 同时也要找出巨木的生长条件 及环境适应之谜 空气墙把固定点射到巨木上了 然后那些固定点你是看不到 都五六十公尺高 对 然后它会挂到枯枝 还是挂到什么 其实你都不晓得 研究树冠层附生植物超过20年 徐家军指出 在寻找台湾巨木过程中发现 65公尺以上的巨木 很多都是台湾山 每一株巨木都是独立的生态系 都是上千年的存在 然后在那棵树上 它等于是在那棵树上演化 有些生物它其实一辈子都没有下树 欧亚大陆最高的树就是台湾山 而且是唯一用台湾尼亚来命名的 食物地理学来讲 真的是演化的那个实验室 截至2022年 透过内政部空载光达技术普查 已经发现全台941株 超过65公尺以上的巨木 森林扮演着静灵碳牌的角色 千年来这些巨木守护着台湾这块沃土 找树的人造访深山里的巨人 让碳数量得以被精准计算 也让台湾人看见这块土地的价值 来自全球的大学生 正在杜拜参加一个很特别的展览 叫做一百种改变